为了刺激内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7月27号宣布 政府将投入28兆日元 月合台币8兆5100亿元正经经济 安倍表示将投资农业 观光 育儿 长兆四个领域 另外中央磁服新干线延伸到大阪的工程 最快将提前八年完工 消息传来日元对美元汇率重点 对台币的现钞卖价也跌到逼近0.3元大关 近年来法国频频遭受恐怖攻击 7月26号的教堂攻击案之后 国家法国几媒广播电视频道宣布 不再刊登恐怖分子的照片 甚至不公开名字 目的是避免把恐怖分子塑造成劣势 也防止更多人模仿困境 法国第二大报实际报 通过社论呼吁 全体社会必须一起对抗恐怖主义 媒体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德族重镇卡米实力是 7月27号遭到连环汽车炸弹攻击 造成至少44人死亡 140人受伤 激进组织伊斯兰国IS随后宣称犯案 在叙利亚内战中 库德族民兵是对抗伊斯兰国最主要的势力之一 最近也攻入战略位置相当重要的IS据点办笔继承 这次爆炸案 才是针对库德族的报复行动